彭老师 你饿不饿 我们有快餐 只能要吃 可以啊 我有个感觉中国的KFC好像比美国好吃似的 我也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它要本土化了针对中国人的口味来的 这届学生是不是基本都在上网课呀 清华大学这批学生是18年入校的 所以他们上了一年的课下 等于是有三年的时间上了网课 是不是其实应该某种人应该追踪他们的成长过程 我其实挺好奇的 这三年如果日后怎么会作用在他们自己的成长上 有个这样的研究 比如说美国人研究那个婴儿潮一批人 就是从50年代打仗回来的上百万大兵 同一时间结婚 同一时间生孩子 就是一大批上百万的孩子出生 父母亲经历过战争的生死攸关 对他的下一代是放纵的 我其实也在思考 就是这一批中国的孩子 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变化 不知道 您觉得呢我们现在比如本能的去评估一下 觉得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很难预测我们深刻意识到的大形式 大局势 大环境的影响永远超过个人 所以你不管你怎么努力 你都是时代的产物 产物 有一个心理学教授叫做Michael Baum 他的一个观点 他说中国的心理学其实永远是社会心理学 美国的心理学永远是临床心理学 就美国人的心理学的一辈子的问题 就是要解决我自己的烦恼 我为什么这么烦 中国人一辈子的问题是如何在社会适应 社会成长社会成功 像您最近做的最重要调查是什么调查呀 这两年我们就是做了两个大规模的调查嘛 第一个的调查就是和新华社去年11月份完成30万人的调查 那么今年2月份3月份我们又完成了一个三四万人 主要还是围绕这个人心态情绪还有积极品质 有初步的结果吗 比如这个中国人群在这个时刻最重要的特性是什么呢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叫做中产阶级不高兴 就是整个的这个社会情绪的下降是比较明显的 第二个就对家庭的关注 开始讨论关心家庭如何去维护啊 家庭关系如何去改善啊 去年在那个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们发现就是孩子们的那个心理的伤害是比较大的 学习为动力生命无意义感 然后对这个社交上市了能力 而且在最近的几个月可能这种情绪变得越来越 还让很多人感觉到非常的无力 对 失控 这等于是这个移动互联网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快的形成一个巨大的社会舆论的情绪 就是这种情绪的感染性确实挺大的 所以说社交媒体网络世界的一些工具的特性 现在开始变成我们生活的特性 它会造成什么样一种人格呢 一种心理心理状况呢 丧失这个自主 现在很多人是被人赶着被人驱使着被外界期望着 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虫重 然后甚至会造成一种心理疾病 我们把它叫做fermal 就把自己过多的精力花在迎合社会的需求上 第三个就是我们大概意识到这种极端的自信 封闭带来的自信 封闭带来的一种盲目的自信 永远认为自己没错 从而丧失自己的谦卑 然后呢还是这种人际的疏离 就是这个人际关系不重要了 以前我们人类需要找人聊天 对吧 谈恋爱需要找对象去追求 还得收装打扮 还得文雅修饰自己 对吧 因为叫做court 就是要追追这个异性 现在在网络世界里头 你都不追了 对吧 你甚至不要一秒钟 你就可以看到裸体 你就可以满足自己的心欲望 这个对我们人类伤害还是很大的 就是 即刻的满足 Instagram 很麻烦的事情 因为它就没有这个进步的动力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低估性的冲动 对我们人类文明的进步 所有行业都是吧 都是一样 我特别担心就是我们人类的这种创造精神 可能会丧失 有个现象你知道叫做Z世代吗 Z世代 Z世代就是在1996年之后出生的 他们的世界就完全是社交媒体世界 这些孩子的自杀力抑郁症都要比别的孩子要高 而且他们的社会经历要比别的孩子少 年轻少女我们最娇贵的花朵 在社交媒体上晒自己的照片 晒自己的生活 那一堆无聊的人就在攻击啊 所以你看韩国现在很明显 特别漂亮的女孩子 基本上没有不受到语言攻击 网络攻击的 所以他们自杀力特别高 所以这种verbal violence 其实他的这种伤害性不可低估的 不可低估 我们老以为船头打人伤人 其实最伤人的是心理的伤害 你是一个虚拟的社会关系 又是往往恶意的 所以对这些孩子们的伤害 还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或许我们去读一本书 我们跟着那个男女主任公去游历 看个电影听个音乐 就都是在虚拟世界里 那这一次的就是所谓的互联网 这个social media 这个虚拟世界到底跟之前的又有什么 小说作品是这个作者给我们构建的 而现在虚拟世界是你自己构建的 作者他起码有智慧 有精力 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有很多的思想家 还有哲学家 心理学家 包括电影文学作品 在讲就是说到底什么是真实的 是啊 装身梦蝶 对 那么我是在梦中 还是在蝶的这个梦中 但是最终世界的所有的真实 最终都是心理真实 对 就比如我们都可以成为南科 我们带一个头盔就进入南科的世界 一个黄粱一梦不断的做 对 我们的人生就是一梦 这个梦 问题就是说你选择相信什么 你愿意活出什么样的一个世界来 因为这个黄粱一梦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实的限制 就是我们不是一个人 我们是有一群人 那么这一群人肯定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黄粱一梦 最容易建成的呢 还是我们现实的世界 他如果在虚拟世界他也是一种巨大的真实 那可能现实生活中反而对他来说不真实了 大概是从这个2004年开始 美国加州大学圣特巴布拉分校的一个教授 马斯洛维奇就开始研究虚拟心理学 他发现就是人其实在虚拟世界里头 可以选择很多的身份 但是有一个身份他很难辨 是什么呢 是他的taste 是他的这个味觉 就是他的现实是有爱可哈非 在虚拟世界里头你让他恨咖啡做不到 You are what you eat 对对很有意思的一个感觉 我们的吃我们的喝我们的性爱我们的味觉 嗅觉听觉触觉 这些东西可能是我们人的特别重要的心理本质 我就经常讲你得摸摸自己 你的文文鲜花 你的看看漂亮的男孩女孩 这个时候你可能唤醒自己人性的感觉 要不然脑袋想康德尼采斯宾诺沙 最后你可能就真的要出问题了 所以说世俗可能也是我们人的高贵的一种特别重要的基础 这个这个真有意思 那我想问你 你看你看我们描述中国人的时候 一方面中国人很实用 就是有一种实用的乐观 什么的 但同时每个中国人又有很多忧虑 我给你一个特别简单的测试 好吧 你拿出手机来 对着你的脸照张相 照张快照 不要连拍 也不要美颜 太好了 好太好了 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分析你的这个相面相 哇啊对对对 这么直接 相由新生 好 我们发现就是一个人就特别快乐 特别幸福的时候 他有三个特点 第一呢他这个嘴角肌往上扬 不是你这样往下 第二呢他的颧骨肌往上提 不是你往下搭的 第三呢他的眉毛 其实呢不是这种 不是这种往上扬 他的眉毛是一种弧形 关键是他眼角肌有有这个皱纹 嗯如何去了解一个人的心情状况 嗯 就让他照照相 传到我们的后台 嗯我们后台呢 就马上 哇 给你一个心心情分析 嗯这个方法呢 这个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media lab 啊 他们发明了一个方法 就是面部这个信息反馈 呃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笑脸呢 快乐和他不一样 我们中国人一般是不漏声色 嗯我们担心的事情太多 嗯我们呃优越的心态 另外就是我们攀比太重 嗯 为什么又有这么实用的乐观呢 就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嗯教育其实一直是乐观主义的教育 从孔子开始 嗯孔子不有鬼神 嗯不有死亡 对吧 所以说这个文化 不担心看不见的力量 对他一定是 但是你日常生活又好像被无数看不见力量所左右害怕 就是这就是一个矛盾 就是说我们没有学会如何去分析如何去理解 如何看得到那些看不到的力量 没有 嗯 我们中国人永远是在优落之间徘徊 对吧 嗯 要不就是这个以物喜即悲 要不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即悲 老是这个优落之间不断的这个起伏跌宕呢 你小说评论家下之清就批评中国二十世纪小说家就是说过分的赶食有果 他认为他压抑了真正的创造 某种意义上的创造力 嗯 对你就你就发现这些西方的哲学家 西方的人文主义大师 艺术大师 他们基本上就是只曾经在自己的学术啊业务中间很少提倡入室的把自己和这个社会分开 嗯 甚至可以叫做格格不入 他觉得才能成大智慧 嗯 但你看我们中国人永远不要做和社会格格不入的人 对吧 你一定要和社会同在一起 那格格不入是创造力的来源呢 我觉得格格不入是一种第三者的角度 你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事物的规律搞清楚 你参与进去 你本身就带来了很多的偏见 就像这个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一样 那么你要是用一个工具去测量这个微观世界 你这个工具本身就成为一个干扰的因素 它就永远测不准 我这个人其实不太想讲这个知识是全授的 我特别相信知识是创造的 谁创造的 你创造的 不是我创造的 师徒相成 那是守工业社会 师父叫徒弟怎么说事情 现代大学其实是我们共同创造智慧和知识 这就是亚利士多的名言 真理永远是思想碰撞的产物 同时呢 毕竟是一个大学的课程 所以说它有一些评估啊 它有一些作业啊 它有一些考核啊 所以跟大家讨论一下 这个考核的一些内容啊方式啊 不合你的口味啊 你就可以退 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课程 时间的关系呢 那我们今天这个第一个模块呢 讲到这 下个礼拜我们可能要花点时间 介绍一下社会心理学的历史 它的理论的框架 帮助我们同学 有一个全新的社会心理学的角度 去思考我们社会的一些心理的问题 好我们今天课讲到这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再见 回到年轻时候那个 有哪些学术领袖 他们的思维对你 会有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刺激 或者是一种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社会心理学 那些学者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 第一个 科特路文 是犹太人 在德国受迫害 逃到美国去 创建了团体动力学 就是人如何受到团体的影响 社会的影响 他把一个物理学的概念插 就group dynamic 他用了很多场的理论 而现在发现 我们就生活在社会场 我们无时不刻地受到各种能量 社会环境的一个影响 所以他的这个学术观点对我影响很大的 那第二个就是我的研究生导师 Richard Nisbet 他就发现就是 人的思维的主观性 才是生活丰富多彩的地方 就同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看的不一样 差异性多元性 因为这本身就是社会的本质 也是人活着的快乐的地方 第三个我觉得就是 萨里格曼 基金心理学家 所以他的一些思想观点 相信人心向善 人的积极的心理力量 一定会战胜 邪恶的 龌龊的 庸俗的 消极的心理力量 比如我们粗略来讲 您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 来重新看 过去比如40年中国这种变化 怎么用一些简单的概念 可能有点粗暴的方式来 讲述这个社会心理的变化 对 我觉得我们中国社会心理的变化 有点像一个人的成长 就是说 青春期总是躁动的 总是开放的 总是充满希望的 所以80年代 我觉得中国就是一个躁动的青年 这种青春勃发的心态 到了90年代 就开始出现一种自信 开放 中国可以走向世界 现在我们中国处于一个方向在哪 前进的目标在哪 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有点把握不了了 那下一步怎么办 我得成熟成长 我们也不那么亢奋 尤其不要那么愤怒 我看日本那些新的那些年轻人看那些剧 就每个人都很习惯在一个小 自己的小生活里面了 现在的最流行的爱是一种自爱 就特别爱自己 我怕浪费点东西给你别人 同时可能又经过疫情 我觉得大家又会自我收缩 怎么去重建人和人更亲密的一个关系 我觉得是很自然的 因为我始终相信 就是这种社会天性 是人类的本能 是一定要跟别人建立联系的 这种矛盾上都不需要 我们心理学校在那指指点点 提什么建议 现在老百姓最烦专家提建议 因为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一种本能 我们要做的是尽量彻底消 各种影响我们交往的条件 把这个翻篱给它拆了 给它打开 所以我现在对我们这代人是有些意见的 就是说我们得好好的做点实实在在 对下一代有意的事情 这个psychology怎么翻译 其实是王国伟先生定义的 心理这词是王国伟翻译的 是王国伟翻译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觉得就是说 研究物理世界有物理 研究心理世界有心理 在王国伟之前 也有中国人翻译过心理学 翻译成灵学 为什么 是吗 灵学 Psyche在希腊语里头是灵魂 按照这个意思把它翻译成灵魂学 或者叫灵学 显然灵学也没法在中国社会生成下来 然后走到那个地方就是王国伟的他们的教学 走到心理学的源起 所以这个心理学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新的自我发现的方法 蔡元培先生 当年去德国学习的时候 他就要学心理学 所以他其实是跟这个心理学奠基人冯特上课的 但是那个辛亥革命的呼声 越来越强烈 蔡元培先生就义无反顾 放弃了学术道路 开始走上政治的道路 而他们这一代人对心理的重视就是说 改变社会要等改变人心开始 这就是陈英雀 王国伟 道元日 梁启超 真是没想到心理学是从他们开始 从他们开始 对 正好是一百年前了 对对对 是那个那个的二十年代 现在又是了 所以从人心的变化开始还是可以去做我们的工作 赵元润他教的就是这个语言心理学 而这个梁启超教的是佛学心理学 王国伟呢教育心理学 你看他们都教心理学 所以有这么一个很有趣的历史过程 对 自己想念 就是啊 对 对 这没想到他们三个是心理学的创建人 就回到心理学的最初开始 而且他是在一个巨大的转折时期 然后进入中国 我其实也是中国人上一次非常强烈的精神危机的开始 就是你始终要相信人是在任何情况下 即使是看起来如此失控或者无力的情况下 仍然有某种意外性 就是大家都愤怒的时候 我们当然理解这个愤怒 我们也可以欢笑 大家都欢笑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批判的 这都应该始终并存的 其实要活出来被需要的感觉 如果没人要你 没人理你 没人踩你 这是很痛苦的 被认同的需要 对 被需要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被认同 我做这些工作和你做节目和自己做讲座 然后再写书得到这个社会的承认 这个疫情的书卖的比我平时的书要好很多 因为这个像这个新华路况的人生 卖出了20多万车 我自己的学术 哇这么多 我自己的学术著作卖2万车 对吧 所以说这种被欣赏感觉也挺好的 就是一种成就感吧 发现积极心理学的这个契机是什么呢 碰到他 因为跟您之前研究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以前不信这些东西 理性重要啊 情感重要 那那个转变怎么发生 那个契机就是2009年克里斯多夫皮特森 他来清华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 讲的是积极心理学 我很诧异啊 我说这什么鬼东西啊 他说他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Premier of Positive Psychology 然后我一看这挺有意思的 和我当时觉得中国社会需要的这种心态的变化 有很多的关系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调查 就是这个人民日报调查中国老百姓 你认为自己是不是弱势群体 绝有80%的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而且还有意思的是矛盾 官员认为自己弱势群体 那普通群众认为弱势群体 那到底谁是强势呢 因为这要怎么弄啊 就肯定有误差嘛 那为什么这种弱势感是这么普遍呢 我觉得是这个社会比较 就是我们中国人往往是要跟强势比 跟厉害的人比 这样容易造成这种不正常的非理性的判断 这个也是中国社会传统心理中根深蒂固的东西是吗 中国人这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最进步 要求自己进步 要求自己高尚 但这点有挺矛盾的 你看如果说罗素看到西湖边上人力车的大爷都这么开心 他有他的幸福感 到现在好像就变成一种普遍觉得被剥夺感那么强 所以就是说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度 往上看求进步 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不能把它犯化 不能把它强化 这两年多时间不仅是你自己的 而且你要作为同事也好 包括年轻人 学生也好 你观察他们的被这个东西的影响的过程 包括他们的心理上的反应 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尤其是年轻一代 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大一件事情 之前没有遇到这么强的一个挫败感 是的 我觉得关键还不是挫败感 关键是这个不确定感 失控 生活完全失控感 就是人其实最担心的就是失去控制 本来都有计划 有矛略 有规划 这些事情是我们一种安慰 一种心理的安全感 那么从同学们的反应来讲 可能更多的还是对未来的焦虑 但这点有挺矛盾的 我们但凡出任何一点事情 我们就要封起来 我还我们这个社会心理 对墙的需求特别强烈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一种自我保护 因为农业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土地是有限的 那么我们一定要经营好自己这块土地 一定是守住自己的那个田 那个本 那个地儿 这样的一个传统这么漫长 就我们应该打破它吗 就是文化应该创造 它打破不了 因为它永远会影响到我们 潜意识的下意识的 没有一个文化 它是一尘不变的 它是不断地去适应 不断地去变化 适应其实这个潘光淡先生 有个很好的翻译 叫做未愈 未愈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先接受 然后我再变化 叫做自中和天地未愿 万物欲愿 我改出稿啊 反锁了 就我是我躲在历史里了 有效吗 有效 那我文清我也不知道跟我效的方法是什么 其实我最强的感觉 你知道我的我正在刚刚改完 改这个一就是一颗团那一章写到一颗团 其实我觉得好像这些历史 真正怎么从心理学来理解 就很少去讲述它 那我觉得那是对所谓那一整代人 具重创啊 内心的重创 然后 然后你觉得人就是 生命还是非常有任性的 不管在什么极端情况下 总是有缝隙 总是能够做出某种反弹 你还一想到这个社会群里 我们讲的乐旁啊 乌合之众啊 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 运用到我们私生的分析中 我觉得我们的历史里 唯独一下就打开了 而且我觉得新的生命力 肯定在不同地方生长 怎么熬过去呢 等待 所以你也会发现 其实历史力量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 它最终会被日常所吞噬 就是最终跟日常会共存 然后人在这种日常里面 又重新找到自己的节奏 但是日常也很努力 我想说还拿着 我吧 老师 不是 老师 有了书这个意见就不一样了 也是一个躲避空间 它是一个心灵的家园 对你看现在这些对自己自身认识的书越来越多 自我认识 对社会心理学这些东西 那天我们出了这个书挺有意思的 那就是您刚上北大的时候那种感觉 一个意大利的摄影师拍的 感觉这都是我的同学似的 长的样子也像衣服也像 刚刚开始重新学会开始恋爱 那时候确实是一个青春激荡的时候 就是可以跳舞了可以穿花衣服了 可以谈恋爱了 其实文学治愈也是心理学中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故事等于是通过故事来治愈 我们现在很多人出问题是第一人生 我烦我要我得不到我为什么为什么就是我对吧 这个就是第一人生 但是你自己换一个角度从第三人生的角度 比如说凯平为什么这样对吧 资源为什么这样 那其实你就已经变成了上帝的视野嘛 跳出来重新看自己的 对对对就不一样就不一样 也有人把它叫做心理隔离 当时这些什么妥卓 杰弗斯基这俄国小说就是多说当时多受欢迎啊 叫这个和平 对对对对对对对 现在大家看的很少了 你要问中国人你是喜欢俄国文学还是喜欢这个美国文学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一定是喜欢俄国文学 因为它的那个灾难啊 它的深度啊 它的历史啊 痛苦啊 跟我们中国人很相似的 而且它变成好像变成一个curse一样 好像永远在这个循环里面出不去之 所有的这个人世间的悲剧 其实都是有一种宿命论的因素在里头 在心理学上怎么解释这种宿命论呢 就是你宿命其实就是一切都是由他人 由历史由规律控制 你做什么都没用 有一个学者呢 他是个美国心理学家叫萨里格曼嘛 他把他叫做习得性无助感 快乐是一种理性 我们老以为快乐是一种感性 就是傻乐呗对吧 只要傻乐就行 先发现傻乐是人的 实际上是一种智慧 你得去超越 你得修炼 要不然你得不到的 太难了 太难了 我们上去 这种办公室 太好了 那个地方太有意义了 对 这比我们当教授有趣得多 没有 很烦的 是吗 天天怕他倒闭 对 你要维持那个 对 迎来一下吧 来 好开心的 我跟上海吹游一样 我觉得是 对吧 终于解放了一样 对对对对 你看我们这个 一推迟再推迟 各种各种原因 是是是是 好事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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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段学生干嘛 在家里憋着 我们就是三件事情嘛 上课 开会 然后这个是写作 我就是教授我们干的事 在写什么最近 这次呢 我就写这个蓬勃的生机 就是讲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这种苦难啊 磨难啊 打击啊 如何恢复到这个正常的状态 这个太重要了 现在 对不需要 对不需要 因为你的正常的生活规律啊 生活方式啊 对吧 行为啊 社交啊 都受到影响 所以说还是有一些挑战的 对 是 现在跑到延庆来 就已经开心的不得了了 对啊 这是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 包括您刚才路上说的 你开始写 写这个书 包括在疫情期间 现在你反思起来 这段时间 对您个人的冲击或者什么 因为毕竟两年了嘛 时间已经足够长了 我自己其实 有这个六七个星期的隔离啊 嗯 我一个日常的生活规律 被彻底的打乱 嗯 然后这个社会联系也减少 那这个时候就是处于这个灵魂 搜索的时候 要反思一下 就是说做这些事情是什么意义 在这样的一种困难的情况下 你得去找到一些积极的心理安慰 那比如说您怎么找到这个积极的面 你怎么发现这个positive side是什么呢 我会就像它们成为 很想要 居住 是 油